比相爱更重要的是相处 周国平说 家是一只小小的船啊 要在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架 是身体的港湾 心灵的归宿 是我们抵御世间风雨的庇护所 拥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之所向 家之幸福重在经营 大事能商量 小事能分享 杂事能分担 这个家方能和乐美满 一大事商量 俗话说 不要夫妻签单粮 只要夫妻好商量 好的家庭关系 从来不是一方独断 而是遇事有商有粮 1938年 钱忠叔被拼请到清华大学任教 杨将则带着女儿住到上海父亲家 一天 工作不满一年的钱忠叔 突然风尘仆仆回家 说是有要事相伤 原来 他的父亲钱姬伯 屡屡来信 要他辞掉现在的工作 到湖南蓝田任教 方便侍奉 钱忠叔没有直接答应父亲 专程赶回来和杨将商量 杨将表明辞掉清华这份工作 实在有点可惜 但是他也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 也敢念他对自己的尊重 最终在两人的商却下 决定还是南下 并一起商讨了如何妥善出力辞职事宜 如此 钱忠叔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去了湖南 大事多与家人商量 不仅让自己多了一双眼睛 一个大脑 帮助自己考虑的更周全 更重要的是 浴室商量的背后 是对家人的尊重与重视 独断专行 只会彼此心生隔阂 有商有良 才能赢得真心与信任 成名后的莫言 他的远房亲戚因为遇到了难处 曾向他借钱 财富自由的莫言没有擅自做主 而事先跟妻子讲明情况 询问他的想法 妻子笑道 这个是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主啊 莫言却认真的说 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必须经过你的同意不仅在金钱上 凡是家中大事 莫言都要征求妻子的意见 从不自作主张 为此两人结婚四十多年了 一直恩爱如处 冯济才常言 只有在家中竖起 遇事相互商量的风气 家庭才能成为幸福的港湾啊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 是依恋 更是尊重 遇事有商有良 方能让决策更稳妥 让爱人更有归属感 让家庭更有凝聚理 二 小事分享 艺术人生访谈中 主持人曾问王志文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结婚 他思考许久 才郑重达到 找一个随时随地 能和我聊天的 当爱情始入婚姻 激情中退为平淡 生活中便鲜少风花雪月 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 过碗瓢盆的碰撞 在这漫长无杂的日子里 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拥有一个 能陪你说话的人 然而现实中有多少婚姻 罹患失与症 又有多少感情 败给了无数个恩我 前段时间我去南方开会 顺道拜访一对大学同学 他们夫妻俩都是我同学 当时在学校里 可谓是一段佳话 然而到了之后 他告诉我 两人早就分开了 原因不是出轨 不是因为金钱 只是因为相对无言 刚结婚的时候 他们也曾无话不谈 每天彼此分享着各自的喜怒哀乐 日子热烈而快乐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他的丈夫开始变得沉默 每当他兴奋地分享 工作上的去世时 他只有一句哦 开心地展示自己新买的衣服 他也总是头也不抬地说好 哪怕谈起孩子 他也心不在焉 服言了事 有一次他急了 问他为什么变得如此冷漠 他却反讽道 你烦不烦 劈大点事也要续到个没完 慢慢地 他也沉默了 就这样 明明是两个人的家 却变成了一座空城 天天生活在一起 却如同陌生人 罗宾威廉斯说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不是孤独终老 而是跟那个使自己孤独的人终老 当一段婚姻 从无话不谈变成了无话可说 恐怕已快到头了 真正长久的关系 都保持着旺盛的分享欲 作家王小波和妻子李银河 不管婚前婚后 总有着说不完的话 他们常常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 谈论生活的点点滴滴 哪怕平时碰到一个路人滑稽的样子 王小波都会迫不及待地跟妻子分享 李银河也随时跟王小波谈自己的创作想法 生活中的趣事 有时是一道美食 有时是一个好词 分享 不仅让婚后琐碎平淡的日子变得妙曲横生 两人的感情也在相互倾听中变得愈加深厚 李银河常常感慨到 和小波在一起聊那些家常礼短 让我觉得快乐 想起马德的一句话 真正推动爱情的 不是浓烈的爱 而是琐碎的光阴婚姻中 闲话家常恰是滋补感情最好的养分 那些碎碎念的背后藏着我对你的依赖 不厌其烦的牢道理是我们彼此的关爱 懂得分享 善于倾听 是一段婚姻最该有的智慧 三 杂实分担 博主婉琴曾在网上分享一个晚的故事 引起无数人共鸣 故事中 女主人下班后 匆匆接了孩子 马不停蹄买菜 做饭 饭后要给孩子辅导功课 女人就让在沙发上刷手机的老公拔完洗了 对方满口英语 一个小时后 孩子功课辅导完了 女人发现男人还在刷手机 他转身给孩子洗澡 洗衣服去了 在出来晾衣服时 婉仍在桌子上 这时孩子喊着要睡觉 女人只得去哄孩子 完事后又收拾玩具 打扫卫生 忙完已经快十二点了 当筋疲力竭的女人走出客厅 只见男人依旧躺在沙发上 婉依旧一动未动 女人顿时心腮 问道 你不是说你会洗碗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洗啊 男人开始烦气 不就几个破碗吗 你洗一下又咋了 夫妻之间一定要这么计较吗 这一刻 女人炸毛了 大喊道 我一晚上忙到脚步粘地 你呢 仅仅让你刷个碗 反而成我计较了 离婚吧 男人愣住 一脸不解到 神经病吧 就为了几个碗要离婚 有多少爱情 熬过了一地 扛过了大风大浪 却最终输给了一个碗 明明是两个人的生活 却永远只有一个人在忙碌 家是两个人的家 是自然也是两个人的事 家务 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专职 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著名影视演员陈道明就曾谈起 平时不管工作在忙 他都会抽出时间主动做家务 洗衣 打扫卫生 送垃圾 什么杂事都做 还常常下厨 和女儿 妻子一起做饭 其乐融融 他最喜欢的是和妻子一起收拾屋子 他说特别享受这个过程 两人在一边忙碌一边聊天中 屋子变干净了 心也尽了 这也是他们结婚四十年 感情历久迷奸的秘诀 尼勒伯尔曼在亲密关系里说 婚姻中当一个人承担了全部或大部分家务时 其幸福感为负质 只有在夫妻共同协作时 双方的婚姻幸福感才表现为正直 参与家务 分担杂事 不仅是履行家庭责任的表现 更是家庭关系和谐的法宝 原来 婚姻中最动人的情况 不是我爱你 而是我愿与你共担这世间琐碎烟火 你懂我的辛苦 我知你的不义 一起分担 这个家方能走得长远 特别喜欢巴尔扎克的一个比喻 在婚姻中 爱情只是基石 尊重是屋顶 担当是墙壁 沟通是窗户真正决定一个家温度的 是家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共商让彼此更信任 分享让感情更紧密 共担让琐碎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点个赞吧 一手一脚 仔细经营一个和和美美 幸福长久的家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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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